您好 我现在是Kevin 刚刚移民到西雅图 还不到一个月 西雅图可是个好地方啊 华人越来越多 生活越来越方便 这出门啊 英语都不用讲了 找工作还愁吗 听说呀 咱们西雅图还个中文电台 我呀 以前啊 曾经在我们田径无情县 广播站当过广播员 中文谁不会讲 那有吗呀 就是带点口印 是不是啊 不过呀 听说中文电台这 监考的第一关 是一个只讲英语的 ABC门位 你说这不是坑店 好好一个中文电台 找个洋鬼子看门干嘛呀 不过我倒是 已经打听到 面试攻略了 这鬼子啊 就问三个问题 这第一个问题啊 是问我 你身体怎么样啊 我就回答 Fine And you 这第二个问题 问我 见到你呀 很高兴 我的表准答案就是 Me too 这第三个问题呀 问我 说啊 你是不是来中文电台面试的 这不是简单吗 Yes 完了 这有卖呀 你说说 来吧 叮咚 Hello man Come on Fine And you Yeah I'm fine Thank you I mean I'm the interviewer here At Chinese Radio Seattle Who are you then sir Me too What Man What do you mean Are you messing with me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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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Hey 这道中文电台来面试啊 连门都不让进 这不是康电吗 真是 真是 让人 哎 哎 大家好 我是小兰 现在在华大读传媒博士第八年 博士啊 读八年 毕业 真是难 不如找工作 回家 过大年 我呀 可是中文电台的忠实粉丝 听了不少节目 很是喜欢 所以啊 我打了厚厚的攻略 就为了今天应聘 让我再复习复习 帅哥在哪里呀 帅哥在哪里 帅哥就在西雅图中文电台里 呃 我不是帅哥 呃 你好 你是中文电台应聘吗 对呀 我叫小兰 你呢 我叫梅子 呃 现在呀 我是保险经纪人 我跟父母啊 来这里已经有十几年了 嗯 听说啊 中文电台有好多帅哥呢 呃 你知道吗 我现在还是单身了 这次来应聘 如果能帮我脱单 就够本了 要是中文电台还有这功能 我男朋友肯定不让我来 哎 你准备了这面试的应聘的这攻略了吗 瞧我打了厚厚一叠 可是听说啊 这最后一关是台长亲自面试 问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 没有攻略可言 我这愁的呀 哎 看你啊 这么优秀 肯定没问题的 那当然 我博士第八年了 老博呀 什么 没什么 我们还是想办法先进去吧 刚才那个人好像连门都没进得去 嗯 好吧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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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beautiful ladies How are you We are good How about you I'm great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So you come here for the interview today Yes Awesome Welcome That way please Thank you Thank you 传说中的第一关就这么让咱们过了吗 是啊 也不知道这位帅哥用不用微笑 你也不挑一挑 你也不挑一挑 这第二关呢 小兰 你念第四段 好的 第一段和第三段呢由我来念 记者啊 这是直播 两位呢只有三十秒的准备时间 毕竟呢 你们的播音 咱们台展 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 那可是第一时间可以听到的 准备好了吗 好 好 两位请入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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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跟上來 二胎奖 一胎罚 丁克不育 都該抓 该生不生后悔一生 该养不养老无所养 生男生女都一样 不然儿子没对象 一人拒绝多生 全村人工受惊 农村想要富 多生孩子多种树 NBA最新战况 三个馒头国王队 今天以101冒号110 负于四个包子农民队 波士顿凯尔特种兵队 以90冒号99 负于二克拉荷马队 中国股市今年进一步跳水 据说某券商收市后 做了一个调研 90后满仓百分之百 买早餐都没钱了 80后八成仓位 留铁银子好功劳 70后五成仓位 经历过熊市人都知道 烂骨损一时 蓝筹毁一生 60后最苦逼 眼看着骨子不按套路出牌 人生最大的悲哀 莫过于高位建仓 并且满仓踏空 从此组合取名叫 高仓建 法号仓几空 今天股市大跌 有朋友在问股票情况如何 孤友答道 别急了 比离婚还惨 资产损失一半 老婆却还在 12月27日 张子怡在她的微博上宣布 小生命的诞生 让我们拥有了自己的家 一切平安 顺利 无限感激 而汪峰在她的微博上则说 她来了 可爱的小生命 从此尘埃落定 春暖花开 为此 总部位于西雅图的 暴走日报的 头本头条的新闻标题是 铁打的女儿流水的妈 怒放的生命 向阳的花 恭喜汪峰迎来生命中 第八个女人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 是由梅子 小兰和阿斌 为您播报的 请继续收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春节特别节目 感谢两位 谢谢 谢谢小兰 咱们台长啊 在里面等着两位呢 请 好 请问能留下微信吗 这 今后还有机会吧 再见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台长等着呢 好吧 这下一关啊 可是台长 你们好 欢迎你们 我是小兰 欢迎你小兰 你好 我是梅子 欢迎你梅子 你们的新闻 播的不错呀 比我强多了 报告台长 我好像吃了一个螺丝 准备时间不够 不小心听 听不出来 已经很有专业水准了 嗯 台长 真不好意思 刚才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把那个 萨特拉门托给念成了三个馒头 那个四个包子是怎么回事 我也没有搞明白 一紧张 什么状况都出来了 实在是对不起 你可能肚子饿了吧 不过你的声音不错 以后有机会好好练的话 应该是不错的 嗯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面试两个职位 一个是主持人 还有一个是台长助理 不知道两位对什么职位感兴趣呢 我 台长 哪个职位能跟帅哥搭档啊 帅哥呀 我们电台都是帅哥 比我丑的说实话都进不来 所以呢 如果你做台长助理的话 可能要委屈一下你 跟不是最帅的那一位帅哥 要在一起工作了 太好了 那今天呢 我会问你们三个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都没有标准的答案 你们只需要说出你自己的选择 并且呢 做简单的说明就可以了 请看大屏幕 第一个问题 就是 在你心目当中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台 是乡村广播站呢 是唐吉柯德大战风车呢 还是中文电台中的凤凰卫视 台长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就选那个乡村广播站嘛 倒不是说我们电台不是高大上 主要是 这西雅图就是一个大农村嘛 选乡村广播站还是满街地气的 你说是不是啊 不对不对 要我啊 必须选唐吉柯德大战风车呀 大家听上去 这好像没什么经济利益 可是 这种精神 多么可贵 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呀 你想想 台长建立电台 不就跟唐吉柯德大战风车一样吗 是不是呀 我有点感冒不好意思啊 我们继续第二个问题 那么如果西雅图中文电台要达到理想的彼岸的话 你认为需要靠的是什么 需要买power ball 还是像愚公一样移山 还是需要靠福祖或者上帝的保佑呢 台长 这个问题就更好回答了 当然就选那个power ball彩票嘛 要知道啊 那前些日子有一个15亿美元的power ball彩票 大家没有中 实在是太可惜了 下次啊 要是有它个20亿 我们电台要是中了 就可以单方面宣布收购BBC CNN了 想的太美了呀 就是要我说必须是愚公移山 大家看啊台长每天情情恳恳的 如果我们和他一样 心往一处想 竟往一处使 一定能把什么山移走啊 风车打败啊 所以啊台长必须是愚公移山 您说是不 要把山移走可真有一定的难度呢 那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如果你有机会见到这三幅照片中的任何一个名人 但是你只有机会向他提一个问题 那么你会向谁提什么问题呢 我就把这个问题啊 提给那个张子怡吧 我就问他 张子怡啊 那个汪峰看起来还是蛮帅的嘛 如果有一天他要是迷上了他生命中的第九个女人 那你怎么面对呀 那我祝福你吧 要我说必须采访马克扎克伯格 马克扎克在你23岁的时候 也就是Facebook成立第三年的时候 有美国最大的IT公司想要收购你的公司 是什么原因让你拒绝了他 首先我不是扎克伯格啊 不过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我想你的意思是不是正是因为 扎克伯格的坚持 才使得Facebook有了今天的成功 对 那么我正好已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我听说你读博士已经读到第八年了 那是什么使你坚持到现在呢 台长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其实啊工作也好 读书也好 最重要的就是坚持的精神 只要我们发挥这个精神 就管他什么山啊 风车啊全部能搞定 台长我还有个问题想问您 你前面提到了想把咱电台建到理想的彼岸 是不是要把咱中文电台建成电台中的凤凰卫视啊 如果是这样 我一定能帮你达到理想的彼岸 我呀还是有点不甘心 总共啊才来了三个人面试 就我一个男的 结果呢还给我挡在门外了 我倒是要瞧瞧 另外两位呀 是何方神圣 没选上好心塞 梅子你别灰心 只要啊你发挥这鱼共移山的精神 续续打风车去 下回来应聘 一定能应聘上 都是那三个馒头 四个包子的搞砸了 落选是小 一条寻找帅哥的道路又被封锁了 损失太大了 此时此刻 我的心里阴影面积 已经打过了一个足球场 哎呀吓死宝宝了 嗯 恭喜你啊 你现在是台长助理咯 那当然 主要嘛是要看气质的 是不是 哎 你们两位是不是都被录取了 哪儿啊 哎 没选上 可是我的内心是不会崩溃的 此山不留解 自有留解处 新年新奇效 寻找新目标 帅哥找不到 绝不罢休 帅哥在哪里呀 帅哥在哪里 瞧瞧瞧瞧 这位呀 感情是打着 应聘的旗号 到这儿来相亲的 哎 看你喜气洋洋的 一定是被录取了吧 那当然 应聘来电台 励志展红材 新年新气象 并肩创未来 啊 真不错 哎 这样看来 不是还有一个名额留下来了吗 干嘛不让我老婆来试试 喂 老婆 明天你也来中文电台面试来吧 啊 啊 谢谢大家